欢迎大家来到这个不知道什么题目的罗药山 今天不知道什么题目 但是我们这个是娱乐性又高又不专业的 大家可以尽情玩了 今集呢 人才底底啊 我们终于找到很多人帮我们合作 加油 我们来看 Current 听到你今天叫了一些乡亲父老来赞唱 是啊 哇,我都叫了我人生所有的频道会 我只有这么多频道的节目 12门头那样 介绍一下 1号玩家 1号玩家 2号玩家 2号玩家 3号玩家 4号玩家 5号玩家 6号玩家 华尔街狼羊 8号玩家 2号玩家 9号玩家 11号 1号玩家 5号 Attack 8号玩家 9号玩家 9号玩家 1号标 狼王請給個手勢 嗯? 給這個手勢狼王 狼王死了之後可以帶走一位玩家 狼人請以示例要殺的人 預言家請開眼 預言家每一晚都可以選擇察看一位玩家的身份 女巫請開眼 今晚死了 現在知道夠藥夠還是不夠 女巫可以選擇使用毒藥或者解藥 但同一個晚上只可以選擇使用一匹藥劑 獵人請開眼今晚又開槍狀態 獵人如果被狼人殺死或者票殺的話 可以直接表明身份然後帶走一位玩家 騎士請開眼 騎士在日頭投票之前可以表明身份 並查看一位玩家 如果對方是狼狼人馬上死亡 並且進入黑夜 相反騎士就需要以死借罪 遊戲繼續 天光請開眼 今晚是平安夜 沒有人死 我是鐵好人看我的樣子就知道 暫時如果平安夜的話 我期望這一回合內有 預言家或者女巫會有提示 說一點場外 我感覺到狼殺人的時候 等我左右的一兩位都是沒有動靜的 我以剛才的感覺 應該狼人裏面有些身手的 但是呢 剛才狼人殺人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左邊兩三個有些動靜 那有待觀察 我感覺到我附近有些 弄到桌子的聲音 那就是殺人那一下有這個聲音 那就是很可疑 在我左邊的 推到十二號玩家都感覺到左邊有動靜 十號玩家發現 那剛剛我們看牌的時候 我有留意三號 還有九號 還有十一號的 我閉上眼的時候 他們三個的表情是那些 懂得玩啊 然後我們剛剛閉上眼的時候 就說狼王 就要給個手勢 那我想他應該是新玩家 那三九十一都是真的 所以這三個我會著重聽他們的發言 我是好人來的 還有九號剛剛是這樣 說他聽到左手邊有動靜 就是是不是在說我呢 這個都有待觀察 首先我在未開牌看 我已經圈了自己是好人 我剛剛聽到的動靜 就是我的右手邊有聲 在狼人殺人的 十二號玩家發現 十號玩家 大家都是斟酌於他 但我覺得他 幫自己的辯護好像不夠多 我覺得第一回合 場外因素又不好 那麼快 看實他一定是狼 如果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神職 就很糟糕了 但是呢 剛剛說狼人開眼的時候 他又真的是第一個笑 我不知道他笑是代表什麼 但是剛剛你說什麼 有沒有聲音 我就聽不到 還有我剛剛大家說話的時候 誰有很努力地抹緊 那些呢 我就覺得他那些像是好人 我看到四號五號 都很努力抹緊 有些XXXXX的那些 我就覺得就沒什麼用 就覺得那些像是狼 還有十一號這麼快 說自己是抹緊 圈了自己是好人 我心想你沒話說 可以PASS 這些多了 那和剛剛七號說了 他說什麼 第一回合 希望女巫 或者預言家 可以給大家一些示範 但是我覺得 除非預言家 可以查到是狼 如果不是 你為什麼要 那些神職人員出來 這麼快 給大家一些示範 我覺得這一點 我會斟酌 我是一號玩家 那我呢 就一直都是被女生派好人卡的 所以我是一個好人 先啦 七號 第一個麥克風 所以就 很多時候都 沒什麼咨詢 所以就 可以先 skip他 那八號呢 的玩家就說 他左手邊開始 就有狼出現 那自從他講完這句話之後呢 跟著打後那幾個呢 都說 是呀是呀 旁邊有個狼 是呀聽到聲 那所以我又會 保守一點點 究竟八號那個資訊 是不是真的 一定是想誤導大家 去左手邊 那十號 就否認說自己是 那但是 可能都已經有兩個 說左手邊有的時候 那他可能都有點騰騰 那但是 我也不sure你是不是 那十二號 就觀察中的 我都 那因為 他有 有些目靈兩可 他的感覺 有一時沒有人 一時不知道怎樣 那聽完這麽多話 那那邊其實 跑得很激烈的 那那邊實有激烈的 那那邊實有激烈的 我自己都問了 那現在這邊 我會反而看回很近自己 那這邊這邊 那邊這邊 因為大家都未發現了 可以再補賞一下 那我自己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一個好人 好三號玩家 那我自己呢 那我自己呢 就覺得左手邊很有可能有濃 那然後呢 我就覺得 剛才是十號 那以我的 認知而講呢 他都應該是不懂得 玩的 但是他一開始就已經 這麼有這個防護心了 我覺得他是 都幾有機會是濃的 我是四號玩家 那我有好人拍一張 因為我場外呢 那時候我看不到很多 還有我看 即是未落拍的時候 我只看到十二號 他的眼睛很大 那還有我就 就故意這樣錄著他 因為聽說他也是 即是高眼來的嘛 那我就錄著他 我見到他看著我眼神 是真的 有一點點心虛的 但是呢 他又肯看著我的 所以我對他呢 我認同一號的講答 他是有一點點無靈兩行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他又好 還是壞 反而去到Christine呢 他才都幾firm去陪每一個人 那我就覺得 他才的感覺 就像是好人的 即是他是真的 很流心每一個人的動靜 一號 你是真是偏好的 嘩 比Christine這樣 那我也都講了 少少場懷就是 我暫時這兩個人呢 都是沒有什麼動靜的 那我狼虎不會重踩 還有今一回合我應該會是棄票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是誰 五號玩家 新秀玩家 我第一回合 四號和六號呢 就沒有什麼特別動靜的 除非他女生 動作輕盈一點 以為他坐多 但我也是一個好人 我是六號玩家 那我是一個好人 我現在最後一段 我就聽了這麼多人的影片 其實我對十號 是有很大的懷疑 因為我不知為何他說一打開眼 就已經是看到三號九號十一號 如果他好像三號所說 覺得他都是狼人的話 那我覺得三號九號十一號 其實有機會不是狼人 即是不可能自己 說回自己的partner 然後去到十二號 我也覺得他是一個很多經驗的人 其實是想誤導我們 但其實真的給我們提示 就是我們去想 究竟可能他旁邊有幾個是狼人 所以暫時第一回合 我還是會棄票再看一看 給個手勢是數字 告訴我你想投誰 或者打個交叉不投票 大家請開眼 有一票是投十號 首先我是一個好人 我有功能牌的 那十一號投了我 那大家知道什麼事了 那可能可能是 我剛剛看完一回合大家的發現 我覺得一號啦 四號啦 二號啦 應該是好人來的 那其他就不知道了 為什麼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 天黑請閉眼 你今晚想要殺誰 今晚想查誰 你今晚用不用讀藥 天光 十一號十二號玩家四日 我覺得Molly沒什麼說話 就是說 Din是 那先拍吧 你要先拍吧 麻煩你 讓我一點點想放jackdye 在浪坑 因為我要找些東西來講 Anyway 我覺得 為什麼十一和十二號一起死 我估計應該是因為十一號上一回合 排我十號走 然後那個女巫覺得十一 那個浪味很長 所以獨死了十天 我估計是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排我的浪坑 除了你之外 現在我沒有人在浪坑 我要勸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女巫千萬不要跳出來 如果女巫你跳出來的話 就很快就完 我怕 剛才殺人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好像這一邊 我右邊 有些動靜 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應該不是四號的 我是龍王家 我現在覺得四號跟六號 他那個龍王的尾都很重 他們好像互相說 四號是好人 不要去是好人 大家都覺得兩個都狼人 然後保護大家 所以我其實對他們兩個都 真的有很深的懷疑 我可能全部狼人都去了那邊 我們一開始大家去了左手邊 但是現在發現左手邊 其實已經有三位已經不在了 所以我現在都極度相信 其實右手邊還有很多狼 但是自己扮是好人 所以我覺得右手邊我會再觀察一下 四號玩家發現 第一回合我留了一個 都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場外數據 忘了說的 就是在我們的CAMERA 知道狼人位置之後 說了一句 嘩好難追 所以 所以是有理由相信 狼是分得很散的 第一回合 十號丟了一個三九十一出來 我曾經有相信過 因為純粹的位置分佈很合理 到十一十二號 我本身十一回合 是有懷疑過十二的 因為我覺得他想補十號 那最後現在這一回合 十一十二一起走 十二是給了一隻中指十一的 即是他兩個是對立 但是通常是好人死 才死得這麼憤恨 要瘋在你的面子 暫時相信十二是好人 甚至他是女巫已經死了 首先一號 暫時看來都像是好人 不知道你天生的性格是這樣的 什麼感覺像你是好人 二號呢 因為他其實整體的發言 是沒有什麼實際佔邊的 即是他都是觀察型 即是聽了一回合 所以其實你是對我來說是有待觀察 至於三號 Question說我像狼人 其實剛才只是過了一晚 發現了一次 所以我對於你突然之間 好像是沒有話找話說 而point我 我是反而對你沒有留意 但你這樣說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 你會不會現在開始point別人 想把你的狼套到別人身上 所以之後我會很留意你後來的表現 至於六號 其實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言 就是六號玩家 所有的點都是point 覺得誰誰是狼人 他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 或者留意哪些人像是好 我會看看會不會理會 其實就是那隻狼 我覺得其實經過了現在 要不就是女巫 或者預言家 我覺得可以跳一個出來 讓大家去看一看 想想想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持續 他覺得大家都會想想想 如果有更多資訊 我覺得會好一點 至於剛才10號他死了 其實因為10號死的時候 他有問一問MC 他是不是可以發動 那我就想 咦 他可以問 但是他不可以發動 會不會其實他就是一個騎士 所以我覺得其實他應該是好人 那如果他是好人 大家就可以看看 之後死了都會說 覺得他像狼人的人 大家就可以觀察一下 好 聽了很多東西 有些不太知道說什麼 3號他有些動靜 是有些不是很自然 但是我認識他那麼久 他也是很不自然 但是還是要觀察著 因為還是有點古怪的 那4號那個分析能力 是很強的 但是他這麼精明 又要留意一下 我覺得 6號我反而覺得是最有嫌疑的 嗯 因為他一直都沒有說自己的事情 像你剛才那樣說 然後他就 他又很暗地指控著人 但是又不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他是最大嫌疑的 8號就突然之間多了很多意見 那又說 3又是狼 4又是狼 那其他人的 point 又說什麼 有少少開始帶風向 那我覺得 要留意一下的 8號 如果真的要選我這一邊 我覺得這回合 真的要投一個了 我覺得 4號我是 真的打分好的 我會在2、3、4 3個裡面選 如果是 但是我為了畫面著想 我決定不投4號 為什麼不會投4號 為了畫面著想 不如你自殺吧 3號 3號 剛才一發言 就說說不知自己說什麼 我覺得很大嫌疑 投票這一回合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那邊死了3個 是死了好人 可能有一隻狼 或者是無狼 所以這一回合 要小心點 可以給個手勢 或者數字給我 1、2、3 開眼 3號有3票 3號門加4號 我過了這麼多回合都忘記說 其實我好人 因為剛剛被殺了 我就覺得4號是最想殺死的 所以我現在覺得4號應該是落成 這樣 天黑請閉眼 今晚要決定殺哪位 今晚想查哪位 天光 請開眼 各個換家屎 我上回合我覺得1號有點古怪 不知為何 3號和6號我覺得很有嫌疑 但這邊可以 2號 我覺得這個可以 3號 5號突然問MC 問獵人 可不可以什麼時候開槍 那些 那我就覺得很詭異 這樣 因為他既不是屬於這個職位 無緣無故 即是他想裝好人 所以我是極力地 懷疑5號的 而剛才6號的酒 暫時只有1、2人指證過他 就是8號 那我也想過會不會是8號 這樣 但也有機會是狼群 因為不想引起懷疑 就殺了一個最多人 懷疑或者最無害 所以 我也會先觀察8號的發言 下回合投票 所以我為了快點推進 我都會應該會頭5號 7號我覺得是好人 因為他暫時的分析 他說他自己除了好人之外 他還有特別的功能 而他質疑5號幾 那個點我是相信的 但同時我想質疑的人 是9號 因為雖然他是新玩 他好像很無辜 突然一流到現在都還沒死 我就會有一點點質疑 我覺得這回合投票是很重要的 那我暫時還是自己是15、16 比較入狼群的 是5號和9號 那我都有待他們的發言去觀察 而2號我覺得是好人 其他都是存在懷疑 因為我其實本身 我是覺得6號很大嫌疑 那現在就完全錯了 那我就很懷疑自己 經過這一回合之後 我再觀察 我可能會覺得 最似好人的那些 就是壞人 那最似好人是誰 就是1號 和5號是最似好人的 這個圖 拍著我 喜歡我 OK 在這個時刻 我要爆了 我身份是現在 第1號 12號他是好人 所以他走了之後 除了外表之外 我真的深刻怨色 那我第二晚 我檢查了2號 那2號是壞人 是狼 那所以今晚一定可以投1號 第3晚我也檢查了4號 他竟然騙我 他是一隻狼 所以其實後面他說什麼 兩個好人都千萬不要相信 因為為什麼6號會死呢 5號都不死呢 不要忘記是圖鞭局 其實一早 我感覺到那些狼 一早已經知道 我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一路都不殺我 就是因為他想 塗了邊 那我就純粹 猜拆 那我當5號是獵人 所以他現在都不選擇 殺5號或者殺我 而選擇殺其他人 那就是塗邊 殺了村 2號和4號都不要放過 今晚我們一起投2號 但如果好人下一回合 一定不要再相信4號說話 場上第3次應該是9號 9號不斷地打這個白紙牌 死我又很可疑 投到現在 因為剛才根據7、8號的資訊 左手邊有其他 那些叮叮當當的 應該就是9號 那我覺得接下來 9號是有業餘的 大家聽著 我們今回合一定要投1 因為1才是狼 我是誰 我要很重複地告訴大家 我第一回合其實是先查6號 因為Sharon是這個頻道的主人 所以我想查6號是不是好人 我要留下她 那6號是真的好人 然後第二回合是查2號 2號是狼 然後3號其實我都查了她是狼 所以剛才那一回合 你看到我是很輕力地去推3號走 因為3號的確是貼狼 所以我們成功了 推走了這隻狼 但我就在那裡想 如果我一到都不跳 原家哪隻狼會彈出來呢 然後1號真的突然跳出來 說自己是原家 還要好像說到很有邏輯 所以我覺得今回合 我是一定要踢走1個了 給一個手勢我 或者投一個好數 大家可以開眼 何幻間死亡 哇醒了沒有啊 你這幫好人 她一直我都說過4號 即是說我是好人 拉我小手 突然之間就說 喂1號就是 就是壞人了 這個這麼峰迷路轉的時候 她怎麼會想到 被我迫到絕路的時候 劈了兩隻狼出來 那她當然一定要咬住我 你就知道呢 她又寫東西了 我又很害怕 哈哈哈哈 我touch route 真的touch route先 可能真的在牆上還有4隻狼 總之如果還有人的話 2、4就一定要走 對 2就無論如何都要走 因為我兩彎都投了2 好累啊 我也想和全心團 先喝咖啡 天黑請閉眼 你今晚想殺誰 Woo 營光 10號玩家死亡 就是結束 今晚狼人獲勝 由於這個1號玩家 Suzuki 太好色了 令我們平民組輸了 那就狼人組獲勝了 所以我們贏的狼人組 是有一些獎勵 但是呢 我們平民組輸了 就當然有懲罰 所以懲罰現在要出來 哈哈 對啦 對啦 狼人殺 不是聯誼一下 為什麼有懲罰呢 我們玩一下 我想說 我們每一集的遊戲 有獎就有罰 對不對 所以不要每次邀請嘉賓上來 就打算放棄我們的遊戲 或者我們要認真遊戲 OK 平民組加油 這個很懲罰 嘩好巧 洗澡 這次呢 很感謝各位來 上來一起玩狼人法 大家記得 follow他們的instagram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